凶杀案能指人于死地 但有一类案件 却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那就是诈骗 今天就来讲一个前不久被披露的 极为恶劣的套路带诈骗 2018年深秋的一天 谭女士在家中休息 正在兴致勃勃地看着电视剧 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 吓了谭女士一跳 紧接着又是一声 谭女士这才反应过来 竟然是自家的防盗门在响 此时传来连续不间断的砸门声 从响动上判断 外面的人竟然用大铁锤在砸门 谭女士七岁的女儿 从床上爬起来 呜呜地哭着说 妈妈怎么了 我好害怕 谭女士一边抱起女儿 把她抱回卧室说 宝贝别怕 在屋里待着 别出来 说吧 谭女士转身关上卧室的门 自己走到防盗门前 大喊着 谁呀 你们要干嘛 我要报警了 话音未落 哐郎一声 门锁掉了 七八个飙行大汉 推门而入 围首的一个胖子 用手指谭女士的额头说 房子是我的 我现在命令你出去 不然我报警 抓你私闯民宅 谭女士一脸错愕地说 你胡说八道呢 这房子明明是我的 胖子冷哼了一声 骂道 傻叉娘们 你说的是以前 我说的是现在 给我轰出去 说着一挥手 身后两个满胳背纹身的 标形大汉 在谭女士惊恐的尖叫声中 将她直接扔到了楼道里 谭女士被摔到了地上 差点背过戏去 拼了命地往回冲 声嘶力竭地喊 有没有天理了 我的孩子 这时 胖子将谭女士七岁的女儿 从卧室里拎出来 一把塞到谭女士的怀里 用嚣张无比的语气喊道 我让你滚 听不明白人话吗 你闺女在哪上学 我都知道 是不是二年级二班呀 你每天早上七点二十 送她出门对不对 谭女士早就被吓傻了 在她三十几年的人生当中 何时经历过如此的场面 最后 胖子笑嘻嘻地说了一句 哈哈 行了 滚吧 无独有偶 2018年9月 一个中年女子来北京 丰台某官局报警说 警察同志 我不认识的一群大小伙子 把我家给占了 不让我爸妈进门 警察问 你见过他们吗 或者说 你父母认识他们吗 女子摇头说 不认识 一个都不认识 直接把我爸妈都轰出来了 你们赶紧跟我回家去看看吧 真是没有枉法了 随即 民警与该女子 到丰台某小区 七楼二单元三层的一处住房 当民警敲开房门后 一个满脸横肉的男子 站在门前和警察对峙 女子立即质问 你们到底是谁呀 凭什么占了我家 门口的男子立刻反驳道 这是我的房 我已经买过来了 女子说 我爸妈的房子 什么时候卖给你了呀 不可能 男子理直气壮的说 我跟你说不着 又不是我叫你来的 谁请你来的 下下 你爱问谁问谁下 赶紧走 民警立刻上前 要求男子出事相关的手续和证书 结果 令民警觉得匪夷所思的是 男子出事的手续和证书 全都是真实有效的 2019年年初 十年67岁的陈巧红 被几个标形大汉抬着 从三楼的家中 扔到了楼门之外 同时 陈巧红那因脑淤血 瘫痪在床三年的老伴 被从轮椅上架起来 也扔到了楼外 在陈巧红悲痛的哭声和咒骂当中 他和老伴的被褥和衣服 被从三楼架中抛出来 洒落了一地 引来了一大群围观的邻居 陈巧红的老伴已经不能说话 但从他那愤怒委屈的神情之中 大家基本可以判断 他口中含糊不清说出的一句话是 回家 我要回家 民警随即赶到 先将陈巧红夫妇安顿在了 好心邻居搬来的椅子之上 然后上楼 敲开了陈巧红家的门 迎接民警的是一张笑脸 还没等民警说话 屋内的人就把房本和所有的正规手续 举到了民警面前说 民警同志 这房子是我的 手续都齐全 是那对老家伙呀 强占着不搬 我可是合法的买卖呀 没有什么比我更合法的了 民警接过房本和购房合同 仔细看了看 确实是没有什么问题 于是只能一脸疑惑的下楼 跟陈巧红夫妇了解情况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杨达 化名 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 打击有组织犯罪大队的一名探长 他接连接到了好几起报警 报案人所描述的情节 与前文三个案例基本相同 都是在房主不知情的情况下 房子被办理了过户手续 进而被一群人赶出了家门 面对泪水连连的报案者 和飞扬跋扈的占有者 杨达也是疑问重重 经过相关鉴定 占有者手里的房本和买卖合同 都是真实有效的 但职业的本能告诉他 这些事情的背后 必定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杨达调取朝阳区某小区的监控视频 发现案发当天 七八个光着膀子的标形大汉 大摇大摆地进入报案人家中 随后采用拖拽辱骂逼迫等软暴力手段 将报案者一家轰出居住已久的房子 随后 杨达走访了所有类似案件的受害人 并翻阅相关卷宗 俗话说 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聪明的猎人 正是杨达及其同事 依追到底的细致工作 进而让一起涉及近百人 金额高达三个多亿的房产套路贷 且具有黑社会犯罪组织行为 露出了冰山一角 陈书芳 化名 老人原本居住在朝阳区慈云寺北里 当他唯一的房产被暴力侵占后 收入微博的他 只能逃到通州区火县镇的农村 租住在一处屋顶漏雨的平房里 陈书芳的儿子患有精神分裂症 处于长期住院治疗的状态 被骗的倾家荡产的陈书芳 无法为儿子拿出两万元的住院费 面临着儿子必须离开医院的窘境 陈书芳报警的时候 发现和自己有相同遭遇的人不在少数 于是他们互相联系 组成了互助群 其中一个失去房子的妇女 在派出所报案时声泪俱下 痛哭不止 他用手捶打着自己的心头 向民警哭诉 这两年来 要不是为了我这残疾的女儿 我好几次都想撩断了自己 报案着崔莉莉的母亲 在得知自己的房子失去了拥有权后 急火攻心住进了医院 抢救之后 又观察了两天才出的院 起料到 仅仅三天之后 老人因为实在是承受不了打击 越想越气 再次晕倒 急救后送进医院ICU 才过两天撒手人寰 崔莉莉在记者面前痛哭流涕 她没有想到一向身体健朗的母亲 会突然的离世 本来母女俩约好了 下个月要去海南岛旅游的 记者在通州陆河医院 见到了失去房子的 十年七十二岁的老人李国平 化名 老人面无血色的躺在病床之上 听说记者是来了解房子被骗经过的 一下子老泪纵横 哽咽的说不出话来 记者和家人一直劝慰 老人才止住哭声 绝望的说 我呀就想回家 我要回我自己的家 众多报案人的描述呈现一致性 其中提到的人名具有重叠性 办理手续的过程也是大同小异 令民警意识到 这极有可能是一起有组织 有预谋的团伙犯罪 其手段呈现一定的标准化程序 受害人数众多 犯守法一致 经过多方研究 警方判断 这就是一起典型的套路带 刑事犯罪案件 套路带 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假借民间借贷之名 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 或者是变相借贷 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 通过虚增借贷金额 恶意制造违约 肆意认定违约 毁逆还款证据等方式 形成虚假债权债务 并借助诉讼 仲裁公正 或者是采用暴力胁迫 以及其他手段 非法占有被害人财务的 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 对于套路带共同犯罪 却有证据证明 三人以上组成较为严密 和固定的犯罪组织 有预谋 有计划地实施套路带犯罪 已经形成团伙式犯罪的 应当认定为犯罪集团 套路带的实质 是一个披着民间借贷外衣 行诈骗知识的骗局 其已具备知识型犯罪的雏形 甚至有个别的法律从业人员 成为作案人的共谋 或者是军师 给予其专业的法律指导 提升虚假诉讼的胜诉率 获得高额犯罪所得 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 总队副总队长朱天峰 华明 面对多家媒体记者采访时说 根据我们掌握的种种线索 此案背后的犯罪团伙 具有黑恶势力犯罪的主要特征 2018年5月 北京市公安局成立了927专案组 决心要对此特大套路袋案件 进行专项侦查 人世间罪恶繁多 问苍天饶过哪个 感谢大家对老崔的支持 本集到此结束 再见